現在的社會很多都是雙心家庭 就是白天爸爸媽媽在外面工作 回到家還要做家事 那我知道Yvonne妳平常都很喜歡在家下廚 做很多很棒的料理對不對 可是上次我去妳家 我有發現妳的廚房 不管是這個美感跟機能 都是一應俱全的耶 是啊 好的收納呢 其實可以讓生活大大的加分 像我就很非常推薦洗碗機 可是洗碗機會不會就是很廢水跟耗電 不會啊像我們這一款洗碗機呢 它洗七人份的碗盤 其實只需要用6.9公升的水 6.9公升是什麼概念呢 大概是七瓶寶特瓶的概念 那其實也沒有很廢水耶 沒有啊 而且呢 它就跟洗衣機的用電量是一樣的 真的嗎 是啊 那好處很多耶 很多啊 你看你吃完一個豐盛的餐點之後呢 你就要去想誰洗碗 這個時候呢 你只要輕輕按下一個鍵 是 過一會 它就洗完了 也幫你烘乾了 可是我媽媽說那個會不會洗不乾淨啊 不會 因為它是用73度高溫的水去做清洗動作 你給它想 我們的手怎麼有辦法用73度的水去清洗呢 不行 而且它有五種不同的洗層 像如果你今天吃清洗 或是有時候吃大魚大肉 非常油膩的話 它其實是可以做選擇的 可是呢 因為我們都是華人都是那種中華炒菜鍋 比較深 然後很多碗也是比較深 那個會不會放進去尺寸不太對啊 像我們這一款洗碗機啊 其實你在用的中華炒鍋 跟大的盤子它都可以收納的進去 而且它的內裝是用天然的石墨 它不會刮傷你的碗盤 最主要它是無毒 無毒聽起來就很棒耶 是 對不對 而且它跟一般洗碗機不一樣的是 一般洗碗機洗完碗 它必須要把門打開來 讓熱氣散發出去 對 這款洗碗機不用 因為它裡面有一個 DC Turbo的強力排風 所以你洗完碗 你只要靜靜放著 它就已經把你的碗烘乾了 一般你聽到很吵的 一般是不鏽鋼的材質 那這款洗碗機呢 它是獨家開發的PP材質 既無毒呢 然後它的恐懼又是經過設計的 所以你這樣子清洗的時候 完全聽不到噪音 對 而且它有兩種不同的大小 有7人份跟14人份 很特別是它可以上下獨立操作 它還可以兩台並排 然後你可以都不需要彎腰 可是像我這麼龜毛的人 我希望我家的開放式的廚房 我的面板是一致性的 我不要看到有任何的按鈕 但是我就是要有一個洗碗機怎麼辦 這個品牌的洗碗機呢 有推出一款設計師款 它的按鍵是在裡面 而且它最特別的是啊 你只要敲兩下 是 它就暫停 敲三下 洗澄就結束了 這麼聰明 是 那我覺得我們現在每一個人在家裡 都一定要有洗碗機 是啊 才可以讓你的生活過得更便利 真的